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Z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療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最近聽到有些朋友發生了一些問題 就是按著肚子和肚子和肚子 很痛 後來調查看醫生後 原來屬於急性的膽狼炎 就是他痛 膽狼炎的成因 最主要是膽結石阻塞膽狼出口 而在肚子裡引起發炎 而在膽狼炎分開了急性和慢性 急性的膽狼炎通常都是因為膽石阻塞膽管後 令膽症無法正常流入腸道裡 而積聚在膽狼裡引起發炎 袁醫生 不如你幫我們看看你的臨床 妨礙大家再解釋一下急性膽狼炎的病徵 或者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如何預防得到 如果真的發生起來有什麼方法呢 除了西醫方面當然是做手術 什麼都解釋一下 其實膽狼炎是挺多人遇到的問題 通常人們會覺得胃、胃窩、右邊、肝部很痛 有時的痛是痛得很急的 好像很刀割、插進去的 被發現照X光、Ultrasound 發現膽黄和膽石 但大家先跟大家說說 膽石其實也有很多人有的 但有很多人一世的膽石都不會發作一些症狀 我們稱為沉默的膽石 大概80%、90%的人 有膽石其實是不會有發作 完全是不自由的 是這麼多的 所以大家有時有無依之鬆 可能照鏡、偽鏡、偽鏡 原來他有膽石 或者X光片一照 你還有膽石 不用怕 不是說你看到的膽石 就一定要裂飛百學 其實不是的 80%、90%是完全沒有症狀的 我記得我自己在醫學院讀書 其實我們也要解剖 我們解剖的是一個50歲的Boxer 很肥、很大的 那時候突然發現他吃了很多膽石 是一碗的 每個膽石像指甲面一樣大 滑滑的樣子 一盒三一盒 超過百粒 但是我們看回病歷 他是死於心臟病 也沒有提及他曾經有膽石 所以很多時候有膽石就不用太緊張 不一定會有膽囊炎、發狀、痛、被割 但當時在現代的醫學 我看過有些病人做過的手術 是有膽囊炎、正確的族觀念 如果有膽囊炎,沒有症狀 不必要去弄它 當然有些人經常是膽囊炎 慢性也好、急性也好 不斷經常發炎 當然在現代西醫的角度 就是割了膽子 割了膽石 但是我看過有些病人做過的手術 有些病人做過的手術 是有膽囊炎很大 我也猜不到 我也以為會不會有這麼大的膽囊炎 現在的新做法 企圖用那些key hole 即是用三個小孔的鎖匙孔的手法 但我最近又看到資料 這種手術很容易出現問題 是有complication 結果又要正式開國 所以也是有它的風險有問題 我知道在傳媒報道 沈田下早期都有這些問題 經常有膽石發炎 令它不斷去弄或割 結果越搞越多問題 所以在成因裡面 其實有些膽囊炎 除了有些人是因為家族性的 有膽度的疾病 體重過重的人 都容易發生膽囊炎 或者生活狀態 經常都很靜止 即是不運動的人 都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甚至乎35歲至55歲的女性 在調查上患膽囊炎的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可能當年死亡被傘 大家都知道她是很肥 所以都可以切合到容易患上膽囊炎的原因 但當然不是被傘 但我亦有很多瘦的人 我最近有一個病人 瘦的素食 他本身是長期素食 但我發現肚痛了差不多幾個星期 差不多八個九個星期 他就以為去做運動和腫瘦肌肉 所以就打算來幫助她 測試背負病 最後可能急性厲害 他進了醫院 照了CT scan 發現原來是有急性的 有膽囊炎 當然一般的西醫人 遇到這些情況 即是會見到你開刀 但通常第一次都未必要這樣做 都會有些消炎藥理、止痛藥理 希望你可以過了這一關 但他們進入醫院後 他們就要求她開刀 說很危險、有色連危險 嚇到死 但始終病人都不想開刀 他們就問我們 即是來到我的診所 我們說 其實在我們的醫療裏 也有這些療劑 幫助急性的膽囊炎 於是他就來我們診所 我跟他檢查 他的病人說 他最初是右邊腹部 在肝部的位置很痛 所以以為自己是運動癱傷 但越來越痛得厲害 痛到獄治療我時 我檢查時 我用手指輕輕碰他 他已經很痛 他就很痛 他的痛是很小的 我用手指尖去觸碰他 一觸碰他便很痛 他主要的正常就是右腹部的痛 也很厲害 有時候不是陣陣痛 總之是不斷的煙痛 有時候有少許痛 主要是觸摸他的痛 結果我給了一個療劑 這個療劑通常是急性的反望療療 效果是很快的 我問你試一下這個療劑 需要遲時吃的 我將來看你的療劑通常 因為這種情況之下 這麼急 如果他的家人都很害怕 朋友都很緊張 你要放出去割 你不割就很危險 我都不開怠慢 我問你吃了療劑 明天如何療療 他明天來的時候 我檢查下去 手指刺就不同了 但你大力深一點 他會痛 我感覺到痛已經減了一半 在一天二十多次之內 吃水痛的療劑 他就立即減了 但他當然有悔痛的治療 我問你繼續吃療劑 然後再給我根治療劑 接著他回來 我檢查 他的痛是越來越少 我給了一些疏肝 疏肝的療劑 疏肝的療劑 疼肝的治療 每一天都會一直控制 每一天都會一直控制 到了大概五天後 看到他按壓 基本上我用很大力的按壓 很明顯 他已經可以避過了一關 我用療劑 是胆背熟 很有趣 我們知道膽石的成分是胆背熟 是胆背熟 和蛋白 都是硬硬的 主要成分是胆背熟 而胆背熟 這個療劑是Cole boutamine 主要由胆背熟 造成療劑 我们知道昨天疗化是将自然的物质经过稀释通灵 10分之1,10分之1,障碎到几十次 这个疗化就这样了,这个疗化就立即舒服了 接着我就给一些疏干的草药 很快在5天里基本上很大力量 然后有一个手指摸一摸出来 医院的手指摸一摸上去 所以看到在我们同学的疗化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粘剂避免手指摸 我们过意都医疗那些盲腸炎 医生已经证实了盲腸炎 但有时候病人也不想接受 我们的方法也成功帮他们解决了 所以不要常常觉得持医疗是慢的 其实当我们的疗化用得正硬是快到经人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痛症 在5分钟之内已经去到没有了 我有很多好的恭喜 我们一般人对这方面的医疗认识很少 好了,我会和大家分享 这种急症当然我们主要是用盘剂 因为人们不要说吃也不吃得不舒服 喝几口水也不舒服 所以我只能够用一些疗剂 疗剂只不过是几个糖或几滴水 所以不可能是吃不到的 很多动物都要用这个疗剂 所以当时我给予疗剂 在同学疗剂有几个疗剂处理的 第一个疗剂是否是急性 如果是急性的话,我刚才在这个病人里就用Aletharunum 还有一个疗剂是天茄 Peladonna Peladonna也是可以用一些急性的疗剂 在这个情况之后,可以给予很密的 每15分钟,每15分钟 一路舒缓,一路舒缓,一路舒缓 这是第一个疗剂 有些疗剂是会帮你慢慢疏肝 例如有一个白骨草,赤利冬年 白骨草素 这个疗剂通常都是胆石 塞了胆管 我刚才说过病人的胆管没塞 有时候胆管都塞了 那种疗剂的疗剂 那种疗剂是很简形的疗剂 肝的疗剂 射疗到右骨骨下方 在一点的疗剂 如果我们遇到这种疗剂 我们知道这个疗剂是长年白骨草素 其他护肝的Cardius Mariana 都是一个疗剂 通常如果病人知道自己痛了之后 发现自己是有这个疗剂 他就过了危险的紧急期 以后怎样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他使用化剂的疗剂 其实我们有不同的疗剂 可以除了这种疗剂 其中一个疗剂很有趣的 是什么呢 是胆石本身做的 由胆石本身做出来 Cardius by the Territ 是胆石做出来的疗剂 即是乙毒攻毒 即是同样治疗 用它就成为疗剂 所以给他使用是希望让病人的疗剂 是破坏的疗剂 另外一个疗剂 是Feltora 是牛的胆汁 又用牛的胆汁 这个也是在平时 即不是紧急的情况之下 是给病人用 当然用长时间 是可以帮他把胆石慢慢融化 慢慢方便他走出 然后在同一个疗剂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工具 是对着急性好慢症好 是可以让大家 在不需要开刀之下 都处理了一般人 以为要开刀才处理 谢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 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遇到一些急性的问题 如果去到西医院 他们一定会把问题更加强化 很急性很急性的时候 如果不立刻做他们所谓的医学手术 或者是他们那些工法 你就会有危险性 但是当然在自然医疗上 就是说袁医生在同理疗法上 有超过了30年的藤床经验上 在很多这些症状里面 都可以用一些疗剂去发挥 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创伤手术 但是当然大家听了这些 袁医生和他分享的经验事务 只要是让大家知道 有时你们要留意到 你自己身体出现了什么症状的时候 当然熟悉的 有学过的 你可以尝试用这些疗剂 如果不是的 就要找你专业的和疗剂医生 帮你们立刻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不需要去到 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期间 所以家中可以随便一些疗剂 以便不时之需 就达到这个及早治疗的效果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余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选购或者查询 刚才我们的疗剂和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00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余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训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论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网址 3.w.sourc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理发愈利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你 余医生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